好 接下来今天的国际新闻焦点要看的人物 是美国第一位女性国务卿欧布莱特因癌症辞世 她被誉为民主的拥护者 而欧布莱特的出身也是美国梦的实现 她在捷克出身 逃离了纳粹与共产党 在1948年流亡到美国 进入卡特总统国安委员会的时候是1976年 在雷根上任之后 欧布莱特重返了学术界 最后她大受重用的时间是克林肯执政的时候 那时候呢 克林肯任命她作为美国常驻联合国的代表 让国际都认得她 94年是罗安达大屠杀 欧布莱特坚持不干涉 近百万人丧生 是她从政生涯自认最大遗憾 97年 克林肯提名欧布莱特成为国务卿 于是她就成为美国历史上面第一位女性的国务卿 欧布莱特立抗结束了巴尔干半岛的暴力 促使美国1999年干预科索沃防止了种族灭绝 2000年欧布莱特出访北韩会见金正日 是当时访朝直贤最高的美国官员 2001年她卸任国务卿回大学拿教编 在今天传出欧布莱特癌症病逝 享受84岁 她生前有一个知名的凶真外交 留给世人无限怀念 她是美国第一位女性国务卿 西里言辞杠上当时的伊拉克总统海珊 气得她写了一首诗刊登在伊拉克报纸上 虽然欧布莱特是一只无情的蛇 外交铁娘子也不甘示弱 从那时候开始只要是与伊拉克高层会商 她总会戴上一枚蛇形胸章 不费唇舌的强力回击 这就是欧布莱特 她精彩的一声在23号画下句点 家人发出声明表示她因为癌症 在家人的陪伴下刻然尝试 白宫在这天将半期致哀 她曾任职的美国国务院 也弥漫悲伤气氛 无了战火正赤 这一切欧布莱特早已遇见 他去世前曾于2月初投书纽约时报 断言普清将不惜一切 对乌克兰发动战争 欧布莱特曾在2000年造访莫斯科 当时他的任务是结束美俄冷战 与刚上任的俄罗斯总统普清会谈三个小时 欧布莱特形容普清是外形苍白矮小 冷血道就像爬虫类动物的人 普清对乌克兰的野心 欧布莱特早在八年前就提出警告 我认为这就是一个更长期的计划 普林已经有了 就是试试再建设一些形式的关系 对乌克兰和墨斯科 我认为这就是一个悲伤 出生于捷克斯洛伐克 欧布莱特原名玛丽雅纳科贝洛娃 是外交官的小孩 但原本幸福的人生 却在1939年遇上二战 纳粹入侵 被迫逃离家园 1948年辗转来到美国落地生根 他顺利成为美国公民 嫁给报业大亨乔瑟夫欧布莱特 生下三个小孩 期间他努力攻读博士学位 学习多国语言 1992年他当上乔志诚大学的国际事务教授 正当事业与家庭兼得 丈夫却突然提出离婚要求 离婚后他全力投入工作 成为柯林顿倚重的外交政治顾问 在柯林顿当选总统后 先派驻他担任美国驻联合国大使 他在位期间积极提升 美国与联合国的地位和影响力 我经常说她经常说 她经常说她戴着线 我经常戴着她 我经常戴着她 联合国安理会23号会议上 也追忆欧布莱特的成就 全体起立默哀一分钟 在我的国家的高度上 我当时在国家的第一个女性 我知到很多女性 从那时 欧布莱特的政治生涯巅峰 是1997年1月 她正式上任成为美国史上 第一位女性国务卿 隔年爆发科索沃战争 她说服北约介入 帮助科索沃独立 国际刑事法院将有 巴尔干屠夫之称的南斯拉夫 前总统米洛塞维奇 依战争罪起诉 2012年 她更因此获颁总统自由勋章 也是最高等级的平民荣誉 退休后的欧布莱特 积极力挺希拉蕊克林顿 搅筑白宫总统大位 尽管她的犀利言辞 因此热出争议 欧布莱特的一生 可以说是许多难民 美国梦的实现 如今这位伟大的女性 政治家陨落 她的成就又再度被世人想起 倍感敬佩 TVBS新闻综合报道